接著我們要複習 複習間學過的萬有引力定律 任何兩個具有叉叉的物體之間 都有怎樣怎樣的力量 稱為萬有引力 這是古時候學過的 你可以把這些畫面給我聽嗎? 任何具有叉叉的東西 都有彼此不拉不拉的 這是什麼呢? 三三 三三 任何兩個具有 怎樣的東西都有彼此 互相吸引 請坐下 任何兩個具有怎樣的東西 都會彼此互相吸引 所以大家都有叫做萬有 叫做萬有引力 大家都有 然後重點 Keyword 萬有大小 跟叉叉成正比 跟圈圈成反比 那個叉叉跟圈圈散碼東西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做 掉下去了 十二 十二 你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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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量成績成什麼比? 那跟什麼成反比? 距離平方 蛤? 什麼平方? 距離平方 距離平方 請坐 跟指量成績成正比跟距離平方成反比 這樣背起來就OK了 那麼這是我們當初講過的一個神奇偉大的公式 那我就是F G M1 XM2 R平方 那我們講過因為國中不叫那個G 不叫那個萬有引力常數 所以不會真的叫你去算 所以頂部叫做 質量成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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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平方成績成績 那現在講的是在地球上 地球表面 我們講過了 跟地球引力的距離要算到地心為止 到地心為止 所以就地球質量乘你的質量 然後除以那個地球半律的平方 那G值就是我的 受的外游引力的大小就這樣 OK 就是我在地球表面上所受到的地球給我的外游 就這麼大 這麼大 然後我要幹嘛 我要配F.NMA 我們前面交過受力之後 有個加這個F.NMA 他這個A的有多少 就這個啊 就這塊啊 G啊 M1啊 R的平方啊 然後你發現 這裡每個都一樣 每個都固定的 每個都固定的 地球質量是固定的 地球半律也是固定的 G是外游引力常數也是固定的 所以 這個是又怎樣 固定 也就是說 在地球表面上 任何東西 不管大塊還是小塊 那這樣就都怎樣 一樣 就這個 大家都一樣會不會 所以我們前面說 地球表面上 任何東西受到地性力往下降的重力 加速G9.8 有沒有 大家都一樣 為什麼都一樣 因為都一樣啊 這大家都一樣啊 會定時嘛 這都一樣 所以 所有東西往下掉 加速都一樣 9.8 這樣來了 又這樣子來了 所以為什麼 不管是大顆的還是小顆的 加速都一樣 因為加速都這個 加速都這個 把外有力公式 跟F.NMA公式合在一起就知道 就長這樣 所以大家的重力加速值 通通都是相同的 跟你解釋 為什麼大家的重力加速都一樣 原因就在這裡 OK